對 非常不是障礙 吃吃 這麼胖還不運動 明明大家從小的教育就沒有教導大家說什麼樣的人會做輪椅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米蔚 很多輪椅族啊 在家裡都不知道該怎麼運動 那我們就想來幾個運動的妙招來跟大家分享喔 這家可以運動嗎 大家好 我是劉 AKA CHAIRMAN 以緣 相應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已經在家很久沒有運動了 沒有辦法去醫院做復健 也沒有辦法去健身房運動 所以我請了上次跟我們一起直播的 米蔚專業團隊職能治療師林啟萍 來教我們如何在家居家也可以運動 首先我們需要一台輪椅 一件適合運動的衣服 一個彈力帶 這次的居家復健運動會搭配彈力帶主要是 因為它可以做到一些 平常你復手沒有辦法做到的動作 它會增加一些運動上的阻力 讓你的動作做得有更好的效果 首先我們需要先做的是 熱身運動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避免在運動的時候受到傷害 它也可以讓你的身體預熱 第三個 它可以讓你更加專注在接下來的運動 首先我們第一個熱身動作就是 轉肩膀 往前10下 往後也10下 Boss Boss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 雙手盡量往前伸 伸到你不能再伸為止 然後數10秒 你只要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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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真的嗎 真的嗎 呵呵呵呵 接下來就進到今天的重頭戲 從第一個團力帶的運動開始 應該穿過這個腳踏墊的 土駕 然後要注意 所以一定要煞車 我們做一個 徐雅玲的動作 然後大概做10下 就可以換另外一邊 記住用力的時候要吐氣 如果你覺得重量不夠的話 你就可以往下抓一點 不要太重 到時候舉不起來 接下來換邊 你會感覺到你的二頭肌 在出力 第二個動作 我們要訓練我們的三頭肌的部分 你要將你的 男一帶穿過這裡 然後我們做一個 肩腿動作 注意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肩膀要平行 然後不要斜上斜下這樣 也不要聳肩 然後一樣做10下 表情組件 接下來第三個動作 主要是訓練你的核心 以及旋轉肌 還有手臂的肌肉 我們把雙手的彈力帶 合在一起 然後做一個 滑龍舟的動作 一樣是做10下 我不能痠 腹部有在出力 下一個是 第四個動作 是訓練我們三腳肌的前半段 將你兩隻拿著彈力帶的手 往前伸 伸直 往上 一樣做10下 你會感覺到你的 肩膀跟背有在處理 欸 Tina過來 過來 為了表示這些運動 正常人也可以做 所以我們今天請了 Tina來幫我們 一起做運動 我要幹嘛 呵 你死定了 呵呵呵 我們要來做 彈力帶的第五個動作 將我的彈力帶穿過 做直撐桿 雙手朝下 將你的左右手伸到最直 然後做 肥武翅膀的動作 一樣做10下 好簡單喔 呵 真的好簡單 我們交換一下 好幾天 交換一下 其實好簡單喔 有跟你說 要伸過頭 要伸過頭 你還拉不起來 呵呵 欸導演他 接下來是第六個動作 把我們的彈力帶 拉出來 繞到後面 然後 伸直交叉 做出 往前伸的動作 然後一樣我們做10下 欸 怎麼了 還沒10下欸 你滾吧 以上就是彈力帶的運動 剛剛我們訓練了二頭 三頭 三腳 背肌 肩甲子 還有核心 以及腹部的力量 下一個動作就是 不管你有沒有彈力帶 都必須在家做的運動 坑輪椅的運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再來就是要做 收操的部分啦 第一個收操運動 來雙手向後延伸 到你不能延伸之後 數10秒 下一個動作是 可以拉到你背部的肌肉 10秒之後換邊 再來是 收操的最後一個動作 一樣數10秒 左邊做完換右邊 要注意 這次運動一天最多 做到兩到三次 然後不能每天做 大家要間隔兩三天 讓肌肉修復 免得你過度的訓練 導致反俏骨 這邊總結一下 今天的所有運動 熱身的部分 第一個是轉肩膀 前後各轉10次 第二個是雙手向上伸展 到底後數10秒 彈一帶的部分 第一個是舉壓鈴的動作 第二個是雙手向上肩舉的動作 第三個是左右滑船的動作 第四個是雙手向前伸上舉的動作 第五個是手掌向下 灰翅膀的動作 第六個是雙手向前交叉滑槳的動作 以上建議都是10次為一組 再來是撐輪椅的動作 最後是收抄運動的部分 第一個雙手向後伸的動作 第二個交叉手臂伸展 第三個是手交叉向後的動作 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幫助到 因為防疫期間 所以大家沒有辦法去復健 或是去健身房運動的你們 想看我在拍什麼樣的題材影片 都歡迎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